大天福地,人為貴,信則吉係,空則貝,元太祖 好,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元太祖 今集Nikio繼續跟林定康師傅 在這裡跟各位聽眾分享一些元學上,佛學上的知識 林師傅,你好,Nikio,你好 回應一下各位聽眾 見到有聽眾,我們上一集下面留言說 講一下香港某些地方的風水格局 其實我們很多集之前都已經講過心經簡林 他故意講明心經簡林 我亦都在下面留言留了一條link給他 亦都很鼓勵大家可以聽一下我們以前的節目 尤其是有些聖的聽眾 有沒有必幾集特別想推介給大家聽 集集都要去聽,由第一至到現在這一集都要去聽 OK,沒問題 我還想著有些甚麼想特別給大家聽 沒有甚麼特別給大家聽,集集都很特別 所以集集都要聽 好了,這陣子我自己在重溫一個無線劇集 西遊記 其實也不是發現的,大家都知道 唐三藏很喜歡講阿彌陀佛 他就是一個漢傳佛教的一個僧人 阿彌陀佛這句話 我們見到很多電視劇裡面和尚 經常都掛在口邊的一句佛號 甚至乎有些人開玩笑都是掛在口邊 即是辦和尚一定要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究竟阿彌陀佛,我們之前都說過 原來是一個挺好的 topic 究竟其實甚麼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一個西方極樂世界的領主 如果你說甚麼是阿彌陀佛 很難回答你的 甚麼是一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即是阿彌陀佛 即是我們比較熟悉或聽得多的 是釋迦茅尼 甚至西遊記裡面他們找原來佛祖 這些都不是叫阿彌陀佛 但經常掛在後面 究竟阿彌陀佛是誰 阿彌陀佛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之威猛 也都非常之重要的佛 果是相當之高 出自這裏有三本經 第一本就是無量壽經 另一本就是觀無量壽經 第三本就是阿彌陀經 這三本叫做淨土三經 有些朋友可能說 師傅你都讀得不對 名字前面應該加上佛說兩個字 都是一樣的 所有經都是佛說的 所以我就散卻了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無量壽經 和佛說觀無量壽經 這三本經稱之為淨土三經 亦都是詳細記載阿彌陀佛的身世 包括他的父母 他的功德 以及他的修行方法 講了這麼久 我都未講阿彌陀佛究竟是誰 阿彌陀佛是我們如果以物宗來講 就是蓮花部的部組 什麼叫做部組 我們有很多個部 可能有時候我會講是摩蠍部 蓮花部 金剛部等等 有很多個部 每一個部都會有一個部組 簡單我們就當是一個組的組長 阿彌陀佛就是負責蓮花部 他就是蓮花部的組長 即是蓮花部有很多個菩薩 有很多菩薩有很多佛在裏面 阿彌陀佛就是蓮花部的組長 先大開一點點 分佈的意義是什麼 分佈的意義是在於他本身的修持方法 他所代表的意思 即是譬如我們之前都講過 譬如有空有靜有等等等等 不同的一些佛教的思想 有一些佛是主修蓮花 所謂蓮花只是修什麼 修慈悲的 修慈悲的 以詩語、救助等等 為他主要修行的模式 來決定他是一個什麼的佛 譬如說蓮花部的 蓮花的繁文叫Pedme Pedme也是代表慈悲的 在我們的意思上 所以任何和蓮花部相關的本尊 實際上都是慈悲化身 而他們的修行模式 就是透過慈悲行來修成佛 和金剛部會不同 金剛部就是我們以前說過 一些惡一些的神 一些惡一些的佛 那個果位也高的 實際上那個修法就是 行另外一套的方法 和蓮花部很不同 譬如有些人說到很神奇的雙修 或者一些千色法等等 其實很多都是金剛部那邊的修行方法 但這個牽涉到 因為不同的部 它怎樣去做分法 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在這裏是三年兩月 沒有辦法解釋到 所以就不要差那麼遠 阿里陀佛實際上 它最厲害的地方是可以清除你的宿孽 阿里陀佛之所以在漢地佛教 或者我們叫華人社會裏面 有這麼高的地位 那麼多人專崇去拜祂呢 那個原因是阿里陀佛主修 應該說主修阿里陀佛的那個宗派 在華人社會其實佔了一個主導的地位 就是這個淨土宗 淨土宗是一個非常厲害 亦都非常殊勝的一個宗派 它不是蜜宗 它是顯宗 但是很好 非常好 那怎樣好呢 我現在就講一講 好 淨土宗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希望往生淨土的 跟蜜宗就很大分別 蜜宗都會希望自己往生淨土再走上去 但是這個不是必然 你淨土蜜宗最主要的一個中心思想 最希望的target 就是你希望現在這一刻 用這個肉身 立即收成佛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紅光身等等 所謂的紅光身就是一個修行人 透過他自己的修煉 不斷的練習 在他臨終的時候 即是他死亡的時候 那個身體會縮縮縮縮縮縮到很小 甚至乎連肉體都不存在 直接化成一道紅光 飛走了 相傳蓮花身大事就是紅光身飛走了 有部分現在在撞地的喇嘛 亦都是這樣縮縮到那個屍體 那個金身可能只有一尺 一尺就是你的手臂那麼長 你的手臂有多長 人的身體有多長 生前二百磅 但是他死了之後 那副肉體會縮到可能只有一個籃球的尺寸 這個是蜜宗的修行方法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即生成佛 即生成佛 現在這一刻即生成佛 不需要多走一步去淨土 淨土中的做法 我們說會慢過蜜宗 這個是供應的 好像打個比例就是 淨土中是搭巴士去那個地方 蜜宗是搭的士去那個地方 大家都到 不過一快一共慢 淨土中的目標就是希望 因為人世間 我們的人世間 不斷是受到兩種痛苦 第一種痛苦就是自己內心的痛苦 我們對錢 對名 對所有的慾望 被人的煎餓 第二就是這個外在的環境 有時候的東西不是你想貪 我的朋友 或者有些善信上來 都是說這句話的 師父不是我想貪 我沒有辦法 我要交租養老婆 我今天不貪這塊錢去找 我老婆子女沒有飯吃 我都不想逼不得已 這個說法不是錯的 只不過是說 他所提及的交租 吃飯等等的東西 是這個世間需要的東西 壓迫到他有時候 不得已做了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事 所以我們說 人的痛苦實際上是來自兩樣東西 去交織 而造成的痛苦 在淨土中的概念裏 就稱呼這一個世界 為胃土 污衛的胃 是胃土 那哪裏是淨土 淨土 實際上是阿里陀佛所負責的地方 是一個給大家想去共修的地方 這個地方沒有四季的 春夏秋冬都沒有 長期都是陰陰涼涼涼 舒服舒適的 去到那裏所有的人都已經放下自己的貪真痴 而因為淨土那裏是不需要叫你交租的 亦都不需要你給錢買飯吃 不需要這些東西的 所以沒有了一些外界對自己的壓迫 所有物質上的壓力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而因為自己上到淨土的話 上到淨土已經不容易了 一定的生前已經修煉過 所以在淨土的期間連內心的苦惱 內心的痛苦也都不存在 是可以很自在很舒適地在那裏修行 聽著是在那裏修行 不是在那裏享福 有人撈亂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究竟淨土和天堂是不是一樣 淨土是一個修行的地方 只不過那裏很舒服 你就當作是一個道場 這個道場是很舒適的 長期什麼都不需要錢 什麼都不需要煩惱 你只需要乖乖地坐在那裏念經 這一個就叫做淨土 即是去到淨土也有機會 因為懶惰不肯修行 而下回來 絕對會 另外就是天堂 天堂是天界 它所著重的東西 是比較多享樂的 可能有多東西玩 甚至乎會有天女和你跳舞 等等的東西 這是天界 所以天道所說的天堂 和佛教所說的淨土 是兩件事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這件事 淨土中的法門 其實一生都是希望透過讀一句阿里陀佛 不斷讀南無阿里陀佛 然後等自己在死亡的時候 能夠去到阿里陀佛的地方 那為什麼不斷讀南無阿里陀佛 就能夠去到淨土呢 要知道南無阿里陀佛 這幾句字是什麼意思 它不是一個口頭時 不是一個口號 不是反清復命 它的南無兩個字 是代表歸命 歸命的意思 就是將我的生命 我的思想 我的時間 我的肉體 我的精神 所有跟我有關係的東西 都全部歸於你 就付託給阿里陀佛 由那一刻開始 我就是阿里陀佛的弟子 我就是阿里陀佛的學生 他就是我的老師 有苦有難的時候 我養賴阿里陀佛 我將來死亡之後 我的靈魂也都付託給阿里陀佛 希望可以去他那裡 所以這就是南無的意思 南無除了你所謂的東西付託給他 找他做靠山 你聽完他的話之外 另外就是你要執行一些他叫你做的事 他叫你要慈悲喜捨 那你就要慈悲喜捨 這個才是真正的南無 真正的歸依 如果阿里陀佛叫你要有慈悲喜捨 但是你沒有做 你就反過來走 然後你去南無阿里陀佛 其實都不能上去 我們一生所說 很多修正土中的朋友都會說 其實一生只需要讀一句 南無阿里陀佛 就能夠上去正土 而同時間他不會分離是甚麼根氣的人 不會分離是甚麼年紀 不會分離是甚麼性別 這就是他方便的地方 有一句說話叫做 禅貧、賦物、方便症 禅宗 我可能之前都說過 禅貧不是所有收禅宗的人都是窮人 是因為收禅宗的門檻其實很低 你只要一張竹籽坐在地下 甚麼都不要想 打坐、念經 你就已經可以收到禅宗的果位 所以所謂貧不是貧乏 是不需要很多外在的東西 叫做禅貧 負物 就是說收物中的 其實你需要一定的資格 負的是很簡單 一個神掌都不便宜的 你要一個神掌入狀 南無阿開光 那裏的七貢杯、八貢杯 甚至乎有時要做獻萬達 又要布施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來學法 這件事是物中的規矩 所以叫做禅貧 負物 很多收物中的 其實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有十下百滿才有得收 而這個負亦都是指你的知識要富有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一些大成思想的知識 有足夠的時間 有足夠的信仰心 才稱之為負 如果沒有這個負 你去收物中就收不成 所以是禅貧負物 那什麼叫方便淨呢 方便淨就是淨土中的法門是非常方便的 我不管你什麼收入 不管你家是怎樣 神像都不需要一個的 收淨土中 收淨土中只是需要你乖乖地坐在那裡 佛珠都沒有都不要緊 心中有佛 心中有佛 一生只念一個阿彌陀佛 其他的佛尊敬他 敬拜他 但是不是去收持他 一門深入 嘗試分修 在淨土中裡面是尤其重要 好了 差到這麼遠 知道淨土中是什麼 簡單說 淨土中就是透過在人間修行 一生人只讀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念到自己成佛的一個法門 而他是絕對的平等 而且威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是否念完南無阿彌陀佛的話 如果我真的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話 就不可以意念南無觀賞菩薩 南無地坐王菩薩這些東西 可以念 只不過是說你自己要分清楚主次 哪一個是主 哪一個是次 如果你主力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那你就主是阿彌陀佛 次就是地坐王菩薩 那你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就可以了 那但是現在的人就 不要說說收三門 一門都有難度 那所以為什麼經常說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你選一個算 大家都還要應付生活 那這個淨土中 因為他很方便 那所以他在好像 其實宗教某程度上 都有少少 Marketing的學問 都有一些市場的影響 當一個法門 他的門檻是這麼低的時候 任何人都可以收 就是門檻低 那他自然就會多了人學 而且也都很鼓勵大家去印經 於是他在中國的佛教史上面 也都奠定了他有一定的威力 當然也都有很多收淨土中的大德和高僧 不斷努力奉獻 令到淨土中有這麼高的地位在這裡 好了 由於因為淨土中的地位相當高 而且在漢地 就是我們說華人的社會 影響力相當之大 大部分人第一次接觸佛教 都會因為他的方便 而先行認識了阿里陀佛 所以就很容易掛了一句說話 在口中就是 南無阿里陀佛 南無阿里陀佛 天天都是說這句說話 就是受了淨土中的影響 也都是受漢全佛教的影響 那是一個好事 所以阿里陀佛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佛 如果大家是希望說 我真的沒有時間 師傅也都沒有能力 好像你們修密宗那樣 設一個很漂亮的佛壇 然後做很多樣貢品 金光殘殘地在這裡供奉的話 靜土中也是一個相當適合大家去修詞的法門 那修阿里陀佛 甚至乎我們看電影裡面所說的阿里陀佛 裡面有什麼叫功德呢 就下一節再講 再繼續跟大家 元太祖